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觉说这个她的死因不单纯 7月6号晚间庄系女子昏迷之后 李姓男子连头有人骑乘机车 沿着这一条中心街 其乐将近两百多公尺 接着来到甲后路 再由另外一名友人开着汽车将她载走 警察好像也有来问我们老板 然后我们老板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看到 那是好像7点多 我看有也是软啪啪 他们就是把他扶上去车上 6号晚间庄系女子在前任男友 加两人注射毒品 女友当场昏迷 李姓男子发现不对劲 招来两名友人帮忙 其中廖系男子独自将人送到医院后 说是要去停车 不过人就消失了 警方以车追人 逮到廖系男子 巡线追查发现 被列为毒品人口的李姓男子 就是死者的前任男友 全案因此曝光 将三人通通逮捕 醒来之后发现这个前女友不省人事 当场有失做一些急救CPR的部分 但庄女还是没有清醒 所以立即找这个其他友人共同协助 李姓男子光称一时兴起想要吸毒才会邀约前女友 在第一时间也有对庄系女子实施急救 不过还是没有反应 送医之后还是回天乏术 三名嫌犯也都依照毒品危害管制条例侦办 三地新闻赵英光 从小台中报道